同学们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开始这个第二个小项目的这个学习 那我们第二个项目呢 主要是使用一下这个百度的这个云语音 然后呢跟我们的GUI配合 那么实现的这个语音识别的这个操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实际程序啊 百度语音识别 那么今天主要介绍这个云端程序的这个开发 那介绍语音识别之前呢 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 现有的这个语音识别技术的这个现状 本节课这个学习目标呢 就是迈出第一步 成为百度语音的开发者 然后呢了解现有的语音识别服务 当你进行这个项目的这个初期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就可以有一个选择 然后呢我们要掌握这个本节课 掌握这个百度语音的识别 云端开发过程 语音识别呢 它是一种将人类语言转化为文本的技术 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这个TTS 就是文本到语音的这个转化技术 这个语音识别是这个智能机器人的一个必备技能 就是他要能听懂 你听懂人类说的话 那么你直接用语音跟他交流 而不是给他 不是通过这个键盘啊 或者鼠标啊 跟他进行交互 那么语音识别呢 也算是机械学习的一种应用 因为他需要 一定的这个识别算法 并且需要大量的这个 大量的这个样本 去训练这个算法 所以呢也算机械学习的一种应用 那么语音识别呢 那么大体上分为这个离线识别和这个在线识别 离线识别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斯芬克斯 还有就是Windows 他本身自带的一个这个离线的语音识别 那么斯芬克斯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他的第一个版本是这个李开复老师写的 说起李开复可能大家都比较熟了 是李开复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的这个博士毕业论文 就是这个斯芬克斯 是第一个这个连续语音识别的这个软件版本 然后呢在线识别呢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云语音识别 云语音识别呢 这个扯上云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高大上 那实际上呢 这个云语音识别就是把我们这个录好的这个语音 上传的服务器上 服务器那边有算法 然后呢算完之后 把这个合成的这个文本再给我们返回来 这就相当于是兜了一圈 不在本地识别了 所以就叫了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名字 叫云语音识别 这个云语音识别 目前比较优秀的这个服务提供商 有百度 科大逊飞 苹果和Google 那么在线语音识别的精度呢 可以说是远远高于这个离线语音识别 那么百度和科大逊飞都有这个离线的语音识别 有这个SDK 但实际上呢 这个你使用这个离线的这个SDK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网络的 因为它要与这个服务器端的进行通信和验证 获取这个权限 所以呢 还是要有网络的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做到没有网络 去识别这个语音 那么想做到这点的话 除非你拿到它所有的这个算法 你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离线识别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离线识别啊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李开复老师的这个斯芬克斯 它是第一个连续语音识别 那么是我记得是英文版本啊 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调研 只能识别英文 那么它这个 如果想提高它的识别率呢 也需要大量的这个样本去训练 所以呢 这个训练的过程比较痛苦 然后微软啊 目前我用的这个温7系统 内置的这个语音识别引擎 识别率呢 开始也是比较低了 但是也可以识别英文跟中文 经过反复训练之后呢 识别率可以提高 据说温10在这个语音识别方面 已经做了大量的改善 但是那个系统我还没有适用 所以呢 在此不做评论 比较了解温7 温7这个呢 想真正用的话 还是需要沸沸嗓子 对它进行训练的 训练过程也比较痛苦 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线语音识别 现在在线语音识别 这个识别率最高 知识方言最好的 应该就是这个科大训飞了 这个科大训飞这个语音识别 确实是非常棒 尤其是可以支持国内的各种方言 这个真是做得很到位 科大训飞呢 它这个识别率很高 95%以上吧 然后每天呢 作为这个开发者来讲 每天有500次免费调用的机会 你调用它那个云端的那个API 去计算你这个语音 对应的这个文本文字是什么 如果超过这个免费调用次数之后呢 这每一次是按照次数收钱的 具体每次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所以它是一个付费服务 然后呢 百度语音 它这个识别率呢 也不错 应该有90%以上 或者95%以上 它暂时呢 是不支持方言 只支持这个普通话和英语 那么百度呢 它是免费的 无限次调用 这个是极大的方便了各个开发者 还有一些应用程序的开发 因为它是免费使用的 并且是不限制调用次数的 那苹果 苹果这个iOS系统 也有它自己的这个语音识别系统 但是呢 这个技术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 并且呢 这个苹果这个系统呢 一直是有这个自己的生态系统 它有自己的硬件和软件操作系统 包括这个API的环境 所以呢 这个如果想了解的话呢 需要搭建完整的这个苹果的 这个开发平台 那么 这里呢 我们也不做详细的介绍 因为我不是这个专门开发苹果的 然后谷歌的这个在线语音识别 也是非常棒的 谷歌这个 用这个创浏览器里边 那个Google搜索 旁边有一个这个小话筒 你按住之后呢 可以这个语音输入搜索 识别率非常高 非常准确 应该说 我测试的时候 应该说是比百度识别稍微准 那么一点 也是中英文都可以混着读的 但是 你现在基本用不了 因为需要翻墙 普通的这个电脑用功呢 基本是用不了谷歌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百度 语音语音 百度语音语音呢 它提供两种服务 一个叫语音识别 一个叫语音合成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他们两个这个服务刚好是相反的 一个是从语音到这个文本 另外一个是从文本到语音 这两种方式都非常有用 那么两种方式都是免费使用的 最开始申请完了这个百度开发者之后呢 他每天是 每天是5000次调用 还是1万次 然后呢 你可以免费的申请 这个提高这个权限 提高之后呢 就是无限制的调用了 可以申请无限制的调用API 那么对于移动平台呢 它有这个相样的SDK接入 安卓的是有这个安卓的SDK iOS是有这个iOS的 但是对于PC平台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SDK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web访问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使用它这个REST的API进行访问 那么百度语音语音呢 它提供了一些这个demo 我没记错的话 它是有C++和Jawa的 当然它现在如果推出 有可能现在已经推出新的版本了 最近我没有太关注这个 我最开始用的时候 它是有Jawa和C++的访问的这个demo 没有CChop和Python的这个版本 那么百度语音语音的这个开发呢 其实也是相对云端开发是比较简单的 它这个开发主要是 你先注册了一个百度语音语的开发者 然后呢在云端呢 就建立一个应用 建立完应用之后呢 一般我们习惯性的就提升一下这个应用权限 就申请一下无限次的调用API 一般它会有一个审核过程 这个审核过程大约一到两天 然后给你反馈 大部分都能通过 因为它这个本身不是为了限制你的调用次数 而是担心这个爬虫去老爬它的这个后台网站 所以它会默认会限制一下这个API的调用次数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用在一个很正经的程序上的话呢 它是不会限制你这个次数的 提升完这个应用权限之后呢 我们要记住它这个云端程序的这个token和这个key 也就是说你每次用这个API访问的时候 都要上传这个key参数 token的话可以获取一次之后 可以用那么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之后这个token就过期了 所以呢为了避免过期之后引起的麻烦 我们开发的程序里面每次都要获取一下token 然后把这个新获取的token和key一起随着API上传上去 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一些麻烦事的产生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端开发怎么进行 打开浏览器 然后进到这个百度里面 百度云语 然后找到这个 百度云永远智能云开放平台 永远免费的智能云开放平台 那么进去之后 一般我们是要这个 这里我已经登录了 一般我们是要先注册一个 如果你有百度的账号 不管是什么百度嗨还是什么的账号 那么直接可以从这里登录 因为这个百度账号都是一个通用了 登录完之后呢 我们先去这个应用管理 这边有这个 语音识别的这个 快速体验 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 允许使用麦克风 尽量使用普通话 外置麦克风小伙更好 这些先不管它 我们先试一下 百度语音识别 OK 这个已经把我们说的话 完美的这个识别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外部访问的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识别率 看起来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基本上毫无错误的识别出来 麦子学院 OK 也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它这里面你发现没有 它有一个自动静音检测 就是当你没有输入的时候 这边这边的小麦克风 已经不工作了 所以呢 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那么这个体验 大家可以试一试 我们就不多说这个体验了 那么说到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先要搭建这个云端的这个平台 这个注册我就不教大家了 这个百度的账号大家都会注册 然后呢 我们进到这个课程之后 到这个应用管理里面 OK 这是我之前 创建的一些应用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里边有 我们重新新建一个 非常简单 就在这里点击创建新应用 应用名称 我们就写这个 麦子学院语音识别例子 然后应用类别 我们也不是这些通通都不是 选择这个其他吧 然后创建新应用 创建完了之后呢 就在这里看到了 然后这边呢 要有这个开通服务 我们点击开通服务 然后呢 我们点击语音识别 他顺便也可以把这个语音 语音合成开通了 都无所谓的 OK 那么这个服务一开通 网页重新刷新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语音识别管理 这有一个申请提高配额 我们先把这个申请了 就让它掉用次数是无限的 用类别介入方式呢 我们选择这个REST API 因为我们是从PC端访问 大家如果想从这个APP端访问 就是这个移动用户端 那么可以去申请这个SDK的这个方式 我们用这个REST API 我刚刚之前讲课的时候记错了 这个审核通过前 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就会一次一天五万次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够用了 然后呢 我们想申请这个别的 如果是把这个也勾上吧 预计定次数 我们写一个GAD吧 这是两万二十万吧 应介绍语音识别 教学平台 调用次数多 默认次数 多满足需求 大概写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就可以 这个添错了 这个是申请配合的理由 就是这个应用介绍就是 论语音识别 教程 软件 然后这样提交之后 那么申请提高这个电用次数的这个操作就已经完成了 这边显示审核中 一般都会审核通过的 这个不用管 然后语音合成这个那么也顺便给他申请了 也可以顺便给他申请上 申请配合理由还是一样的 语音合成 然后是麦子学院 语音合成 软件 预计电用次数 你还是多写点 只要20万 然后也是可以提交 一般这个都会选择平台 Windows和Linux 一般这个都会审核通过的 然后我们审核通过之后呢 这个云端的创建应用程序到这基本上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在这 查看key 这个API key和security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应用程序中会用到的 所以呢 大家把这两个记住 然后呢 你起步数数可以到这里 可以到这个后台来查 那么到此呢 这个云端开发就基本上算完事了 把这个权限一升级之后 基本上到此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 那么大部分都在我们客户端的这个操作和这个协议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也就介绍这么多 讲这么多 然后下一节课我们分析一下 它这个云端开发这个协议 然后客户练习 今天这个客户练习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开通一个百度开发者账号 然后创建一个云语音的应用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可以用我刚才这个新建的这个 我会把这个 license和key这个信息写到程序里面发给大家 然后呢 条件允许的同学啊 买一个这个小的树莓派或者香蕉派是很便宜两三百块钱 尤其是这个香蕉派 国产的性能比树莓派还好一些 然后内置这个Mac和WiFi 这个大家做语音识别的时候有这个Mac是很重要的 然后WiFi是用来联网的 就不用网线了 可以插一根电源线把它扔到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身内有WiFi 那这两个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再准备一些相关的硬件 比如说这个USB的这个接电器开关什么之类的 语音识别呢 不光是跟这个PureEQT程序可以关联 也可以跟硬件关联到一起 我们可以从此之后就开启这个智能家居之旅 你可以用语音控制你家里面的家电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